博西来这个余毒太得瑟 刚刚被清除了 一尊有这些上将保卫 二十大前谁敢不服呢 冬奥还办不办 北京已成疫情重灾区 只想逃离 湘西女教师逃离家乡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月24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妄为赌报》 我是Jennifer 习近平一直强调 要在重庆消除薄西来的余毒 作为薄西来主要余毒的徐明却自以为自己安全无语 经常高调出现在公共视野 挑衅习近平 这次被心仗旧仗一起算了 1月24日 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称 薄西来大秘 原粮食局副局长徐明被开除党籍 徐明被指示薄西来在重庆唱红打黑的文旦 退休三年仍未逃脱被调查的宿命 官方通报 徐明对党不忠诚 妄议党中央大政风筝 用职务影响为其子经营活动谋取利益 道德败坏 为追逐个人民利多方算计 把公权利当作攫取私利的工具 大搞权利寻租 利用职务便利和影响为他人在企业经营 项目承揽 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 以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现年64岁的徐明于2003年6月进入中共商务部工作 历任多个司的领导职务 2018年4月 徐明空降地方 历任重庆市委副秘书长 研究室主任 重庆市委秘书长 重庆市委常委秘书长 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等职 徐明曾任中共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 是时任部长薄熙来的智囊 在薄熙来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 徐明成为薄熙来大秘 2012年3月被免职后 同月 徐明被贬到国家粮食局担任副局长 至2018年退休 有文章指 薄熙来在重庆进行唱红打黑 将务都重庆变成复辟文革宏都的时候 依靠的就是三个人组成的智囊团 王立军 黄奇帆和徐明 海外中文媒体报道称 薄熙来当时侮靠王立军 商有黄奇帆 而徐明则是他的文旦 由此可见 薄熙来推动的唱红打黑中 唱红就是由徐明一手策划的 香港《明报》发文称 一个被人遗忘的前敏感人物 时隔89年后再被令书惩处 徐明在博倒台后 到2013年3月他第二任国家粮食局副局长 文章分析指出 徐明当初能够从博案全身而退 应该是有人立保的结果 不过 薄熙来垮台后 是谁立保徐明 外人无从得知 但从徐调回北京 虽然去的是冷衙门 保留原级别来看 他在北京的关系因非同小可 《明报》还表示 徐明在退休后也不甘寂寞 还当选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理事会会长 不时登台发言 或许是其高调做派招来大祸 目前解放军的任务既不是对抗美帝 也不是对付台独 而是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由于在20大前 中共高层会有生死博弈 在这场大战爆发前 习近平先安排好军队人事布局 习近平1月21日晋升七个上将 这七人的新职务分别是 北部战区政委刘青松 中部战区司令员吴亚南 中部战区政委徐德青 陆军政委秦树洞 海军政委袁华智 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 与武警部队政委张鸿斌 由此可见 中共中部战区两大头目已经到位 中部战区拱卫经济 对习近平来说最为重要 由于原来的中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 据时评人沈州推测 如果不是出现健康问题 只干了四个月就现任的林向阳 可能会挤身20大中共中央军委 短暂的中部战区司令员的经历 可能是林向阳关键的读经过程 沈州盘点说 迄今中共五大战区中 习近平已基本完成 对中部 北部 南部 与西部战区的主要人事更替 只剩下东部战区 现任东部战区司令河卫东 今年将满65岁年龄红线 按惯例 东部战区司令应该换人 也不排除河卫东在20大进入军委 东部战区政委和平 今年同样将满65岁 照例也该换人 沈州认为 东部战区作战方向为台海 东海 是中共军队对外挑衅最频繁 也最可能挑起战事的地方 比其他战区更要紧 习近平可能还拿不定主意 也可能缺少合适人选 火箭军 更换司令员 结合习在去年7月 9月分别晋升的上将名单 中共火箭军 陆军 海军 空军 陆军 战略支援部队和武警部队中 除空军政委之外 其他主官全部更换 新任司令员与政委亲一色60后 这次晋升上将 最大的亮点是7人中有5个常委 在中共军内 政委代表党指挥枪 负责监督同级官员 因此习近平这种集中更换政委的动作 被解读为在敏感时刻 派人盯紧军队中的一举一动 防止出现政变等问题 在这次晋升上将之前 习近平在军委2022年1号令中放弃了聚焦备战 提出准确把握安全和军事斗争形势变化 紧盯战争之变 对手之变 并要求迎接中共二十大 在晋升上将的第二天 1月22日 中共中央军委机委扩大会议在北京绕开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在会上强调政治自决 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省位 确保各级始终坚定维护核心 为中共二十大的胜利召开做准备 沈州认为 从习近平连续三个动作来看 他目前最重要是确保军队的绝对中心 二十大前军队最大的任务不是对外 而是对内防范政敌 防范军中势力调转枪口倒戈 1月24日北京疫情持续蔓延 辽宁沈阳也出现相关感染病例 北京当日新增7例确诊病例和2例无症状感染者 朝阳区因发现新的确诊病例而封闭医院 小区 北京网友披露 地铁在高峰时段人都很少 北京人说 这冬奥和年是过不好了 据官媒报道 1月24日北京市通报称 1月23日16时至1月24日16时 北京市新增7例本土确诊病例 2例无症状感染者 截至目前 北京本轮疫情累报病例52人 24日丰台区新增2个中风险地区 目前北京现有1个高风险地区 4个中风险地区 另据报道 1月24日沈阳市通报 1月23日沈阳市辽中区 在对北京市丰台区 反省人员疫情核酸检测中 发现1例核酸检测阳性人员 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截至目前 北京本轮疫情已经蔓延至四省五地 包括山东济南市 山东辽城市高唐县 山西大同市 河北雄安安心县 辽宁沈阳等四省五地 北京当局为了防范疫情 影响冬奥会的顺利进行 采取了将所有参与奥运的人员 与当地民众隔开 这些人将被关在一个封闭的泡泡里 以降低感染病毒的风险 北京冬奥会将在闭环的泡泡内进行 报道指出 这将是世界上一场最大规模的封闭比赛 大泡泡成为北京动态清零 严防病毒清洗的象征 大泡泡或许可以阻挡病毒清洗 但是北京市 能免于高速传染的 Omicron变种病毒的清洗吗 相信女教师李甜甜就是因为一则微薄 不仅被精神病 而且还被境外反华势力了 日前 李甜甜发文说 自己已离开家乡 她表示 我身心俱疲 只想着逃离 李甜甜因声援上海教师送更衣 而一度被关进精神病院 1月23日下午 李甜甜在微信公众号 申花师田发文 写给家乡 离开是为了有尊严的活着 该文随后被删除 李甜甜在文中说 我已经离开了湘西 离开了那座我生活了27年的小县城 我与爱人托着几袋行李 一厢书籍 还有身心俱疲的灵魂 在异常寒冷的冬季 在和家团圆之际 踏上了毕竟离乡之旅 我身心俱疲 只想着逃离 原谅我的不够坚强 只是实在变铁鳞伤 李甜甜表示 无论是2019年的新闻事件 还是最近的事 自始至终 家乡都没有一个人 肯站出来为他说话 甚至连亲人也变相出卖他 李甜甜是知名作家和诗人 在永顺县一所小学任教师 2019年10月 李甜甜在微信公众号发文 一群正被毁掉的乡村孩子 披露他任教的小学 平凡饮简教育形式主义 引发舆论关注 中共央视也报道此事 去年12月 怀孕四个月的李甜甜又在微博发文 声援因质疑南京大屠杀 被开除的上海震丹职业学院教师宋更衣 随后被永顺县官方强行关进精神病院 李甜甜用藏在内裤的手机 向外界发出求救信息 他透露永顺县教育体育局 公安局和医院人员登门威胁 以他精神有问题为由 要求他住院打针接受治疗 李甜甜事件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海内外发起零数 要求当局释放李甜甜 最终他平安回到家中 但仍然受到当地政府的监控 自由亚洲电台12月27日 引述匿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 湖南省永顺县警方初步将李甜甜事件定性为 境外反华势力操纵 李甜甜将失去当老师的资格 其编制也从事业单位 贬为乡镇普通职员 李甜甜在离开家乡的文中写道 自己这一生本可以不这样颠簸 我只要傻傻的 一定是岁月静好 还有检视不完的六便士 可我偏偏喜欢有只狐狸看月亮 偏偏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 生活在自己喜爱的环境里 朴素简单 有尊严的活着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